以研究黑猩猩行为享有高度国际声誉的真谷德博士 每次来台行程,无论走到哪儿,总会引起一阵旋风 而这位高龄80岁的生态保育学者 曾获得多项的国际殊荣,著作等生 学术地位崇高,影响力十足 但私底下的他却非常具有亲和力 让接触到他的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艺术长荣大学的真谷德博士 果然一大早就有同学在书舍的门口迎接他 而他也很热情地传递他的祝福 在忙碌的公开行程当中 眼间的人会发现真谷德身边总是会带着一只猴子娃娃 坐着的时候抱着他 连吃饭的时候也放在桌上陪伴 其实这只猴子的名字叫做Mr.H 随身攜带着他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十几年前 一位视障的魔术师送给了真谷德这只猴子娃娃当作礼物 让他深深感动的是 连视障者都能够努力圆梦成为了魔术师 这个机灵人精的故事呢代表人生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从此这款猴子娃娃也成了真谷德环游世界时每天形影不离的伙伴 当然了也成为真谷德博士最爱送人的纪念品 因为他就是希望的象征 公主任的女儿希望代表着这个希望继续传承下去 难得来到南台湾参访 高雄市协定生法协会的输水龙总干事 特别赠送真谷德博士 以在地的材料制作的 周筹县与卢迪 负责接待的洪庆仪教授 一大早也带着上征二人锡特赦的弹图与纸雕雕 来迎接真谷德博士 那他可以这样去二人锡做参访的人 可以在现场做纸雕的创作 当然 真谷德最关心在意的 还是对动物生命的关怀 因此一大早的校园行程 首先见的不是大人物 而是长龙大学淮山社团的流浪动物 走入狭窄的狗舍 真谷德看见活泼好动的流浪狗 受到了良好的照顾 不由的伸出手来 想和龙里的小狗亲密接触 他不舍与爱恋之情 溢于言表 常年推动二人锡生态富裕的长龙大学 近年来积极营造水岸 为了体验长龙大学发展水岸大学的构想 真谷德博士特地前往校园河岸的检疫码头 搭乘了橡皮艇 近距离感受二人锡的水质状况 最后还大方的这项笔记和核岸砧板留下了大大的签名 这边是我们新建设的码头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二人锡的一个河川保育 还有未来跟真谷德博士的一个Eco Center 它的一个生态教育中心合作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长龙大学建设成一个国际的移动的一个基地 让全世界的学生也能够来长龙大学来体验 河川保育 还有就是我们如何把未来的一个永续发展能够落实在生活 在参观完长龙大学校园渡图中 镜头也捕捉到了真谷德博士的真诚 童趣的小地方 沿途看到喜欢的漂流木艺术品 真谷德会像小孩子一般 蹦蹦跳跳的寻找适合拍照的角度 来到了灵性的迷宫草皮 同心未明的他 还兴致勃勃的一步一步全程走完迷宫 不时也会犹豫该往哪边走 呈现出最真实、自然的一面 其实生态环保的理念 早就落实在真谷德的日常生活当中 它鼓励大家多吃素食 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因此曹荣大学营养系师生 也在真谷德到访的这一天 即使广义的制作出带有环保概念 低碳及在地食材 同时拥有丰富营养价值的美味早餐 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机会 能为成功的博士跟学校的长官 来准备今天这一个带着滑滑 带着地毯的早餐 其实在今天这一个任务底下 我们知道的这个任务 就很高兴地就开始了 学生们就集市广义设计了这样的菜单 从树果的三明治到这一个鲜树的沙拉 然后这一个柚子柳丁的这一个 在地食材做的这个国籍 其实要再一次要去产生我们学校 在环保上面的一个概念 短短的两天台南行程当中 真谷德博士不断地强调 推动环境教育计划的重要意义 80岁的高龄身心轻瘦的他 能以实际行动剑步走过一站又一站 对生态环保的坚持 有如巨人一般的身影 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